自己再敲一下,其實沒幾個字吧,Sub,查詢,Enter 這些東西其實都固定的,其實一般習慣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著你的程式需要做什麼,你就把那個VBA這樣移來移去 像我的習慣就是,把那個VBA的環境大概把它縮小一點 然後呢,把這個也把它縮小一點點 然後就把你要看到什麼訊息,你就把它移動過來 然後你就一邊對照的看,比如說3到10,有點像填供體3到10 然後這個跟這個比對,你可以把Sales的A欄等於H3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搬動的 所以其實這個程式基本上都不用特別去背它 主要的話就是一個對應關係而已 如果你可以把對應關係做出來,那結果當然程式就OK了 甚至你可能不知道V的環數也沒關係 反正你會寫這個也OK啊 結果V也可以跑,沒有問題,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不要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假設不要的話 你想說老師我很麻煩耶 每次都還要下拉一下,然後再按它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按它 可以當什麼呢 如果當它這個下拉清單裡面的這個資料改變的話 那就自動去觸發這個按鈕的程序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 特別注意哦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程序 被觸發 那觸發這件事情是當什麼 當H3的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如果有改變的話 所以這個儲存格 有改變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這個儲存格所在的位置是在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哦 它有個觀念哦 叫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發生變化 那會對應到一個叫什麼 所謂的那個工作表物件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我的名稱哦 你可以看一下哦 你可以把這個這個區塊拉開來 看一下哦 那這個專案裡面的有沒有 每一個工作表有沒有 都會對應到一個 它自己本身的物件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你給它看一下 這個名稱叫 我是改成LucaVBA在這裡 所以你要找到它 你不要找錯了 找到別的地方 它就不會work了 第一個 找到它 點兩下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針對它這個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當它怎麼樣呢 裡面的資料改變 所以當它 它嘛 它是指的是這個 裡面的資料改變 所以它預設是叫selection change 選擇是選舉區啦 可是我們不是選舉區 我們是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請你把selection change 改成change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再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 private 就私有的哦 自己內部用的哦 不是外部 不能被外部呼叫 這一個什麼呢 當這個工作表物件 被改變的時候 那 就會做什麼事 你就把做什麼事 寫在這裡面就可以了 記得 底下這個selection 就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不用 好 那也就是說 當這個工作表 改變的時候哦 可是問題哦 這個是工作表裡面的 一個儲存格 或者是一個範圍改變的話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儲存格改變呢 特別注意哦 它這邊有一個target 叫做參數的物件 透過這個參數物件 我們就可以得知哦 到底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才去做 所以我底下呢 我可以寫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呢 如果這個 這個什麼呢 target這個 裡面哦 它透過它告訴你 target裡面 這個叫做 參數物件哦 它告訴你說呢 它改變的那個位置 叫target.address address指的是什麼呢 它的這個位置哦 是不是如果等於什麼呢 這個叫H3 如果H3改變的話 那我就才去做啦 所以 記得打一個H3 記得是決的位置 它的位置如果是H3的話 我才去做對應的處理 什麼處理呢 then 打一個endish 那意思就是說啦 除了H3這個儲存格改變 我才會做一些事 反之的話呢 什麼事都不會做 因為跳過了 因為沒有Ls 只有當它是H3 做什麼呢 當它這個H3裡面有改變的話 那我就直接呼叫這個 這一個sub就可以了 所以我講 call 這個sub叫什麼名稱 這個sub叫做查詢嘛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call過來 OK哦 然後呢 底下就寫什麼call 查詢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當這個工作表 改變 但是改變裡面呢 它一定是H3 我才會做這件事 反之其他的我都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邊設中斷點 如果說我今天改變 假設我隨便這邊 隨便輸入1 改變就對了 你會發現沒有什麼效果 有沒有沒有改變 但如果這邊做的話呢 你會發現把它改成H2 欸 它停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target address 裡面呢 就會告訴你說 你改變的那個是H3 跟這邊是match的 如果兩邊match的話呢 那就是true true就是有點像 對了 就是你可以過關了 OK 兩邊是一樣的 就像說你們開鑰匙一樣 鑰匙一打開 可以match 那就可以進 不match 抱歉 進不去 OK 那做什麼呢 幫我呼叫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call它 那意思是說 這幫我按按鈕 有沒有 就這件事 把第二號的這個資料 全部幫我 全部都搬過來 OK 那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這邊 假設你會發現 這個設個中斷點 有的這邊改變 delead掉 你會發現 這個是 應該是J5吧 所以你會發現 TargetH3裡面 J5 J5是不是H3 不是嘛 所以它一定是False False 不可以喔 所以就跳過去了 跳過去 沒有作用 除了說這個之外 那再來就是 直接我們就 按鈕就不用了 這個把它剪下 不要了 OK 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喔 我就把中斷點拿掉 1 有沒有 它會walk了 有沒有 會動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裡面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公式耶 有沒有 所以作用呢 其實跟那個 VIRUS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 只是說你必須要自己寫程式 其他應該沒什麼差別 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剛剛那個地方喔 做成所謂的事件驅動 1 請你先找到什麼 找到你的工作表物件 好 名稱記得要 他括弧裡面這個名稱 2打開來之後的話 這個工作表 如果被change的時候 記得喔 做一個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